今天來到這裡 就說說第三種重申的方式 就是重申投入 我想疫情打亂了我們很多的部署 令到我們很多事無法做 做不到很多的事 但其實在現在的環境裡 我們都要跟它一起共存 其實說說一些有情緒困擾的朋友 經常都不懂得是活在當下 因為它有兩個情況 一些人就很憂慮將來的事 不知怎辦 很多的擔心 有些人就會想著過去的損失 或者一些挫敗 經常都不能夠在當下裡面 但是在當下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當我們能夠活在當下的時候 體驗生命裡 生活裡的一點一滴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所謂神詞的狀態 英文叫flow 什麼叫flow呢 就是你沒有試過當你在享受一件事 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好像沒有了一個時間一樣 你原來時間過得這麼快 你會享受 你會忘記了身邊發生的事 或者一些憂慮 這個我們就叫做神詞 所以當我們重新投入的時候 你只要找一些事情 可以專注在這裡 不需要煩惱其他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 例如你畫一幅畫 或者行山 做運動 打機等等 只要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或者你是一些很強的東西 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就嘗試去投入 當然一些東西都涉及到學習 如果一些東西你不熟悉的 但是你有興趣 你可以訂立一些目標 這個目標不需要1到8 1到10 1到3 1到4 這些東西是有些挑戰性 但你的能力都慢慢可以適應得到 或者學習得到 你都明白如果太遙遠的東西 你很快已經是想放棄的 找一些東西 你很想學 很想去試 在過程裡面 你見到自己的成功 會有一份滿足感的 有些人可能是學一些的樂器 學習一些的藝術 或者運動等等的東西 這些東西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喜歡 過程裡面建立一些目標給自己 不要讓身邊的環境騷擾到你 可能說我好像人生裡面 都沒有什麼目標 或者都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些什麼 可以回想一下 對上一次究竟有些什麼你正在做 你很享受 你好像不見了的時間一樣 去找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地去做 做得好之後 嘗試跟身邊的人分享 你就會慢慢進入神似的狀態 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夠活在當下 在下一節的時候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一些重新整理的方法 下次見 拜拜